只要盈盈的婚事能定下来 那父亲 咱们就算是上了太子这条稳荡的大船了 大侠王 大郎君 娘子她 盈盈如何 今日又未用膳 父亲 自从妹妹来了长安之后 笑容就少了很多 也难怪 太子妃没选伤 又经历了天牢这一番凶险 定了亲 昌国公的郎君又得了疾病 而且那个盛楚慕 她还取笑盈盈 说盈盈 是谁沾谁倒霉的扫把星 她这样污蔑盈 如果昌国公的郎君真的病死了 那盈盈以后的取驾 可就难了 真是岂有此理 大侠王 大侠王 大郎君 昌国公府的郎君醒了 人有勁了 真的 是 父亲 看来陛下 赐给昌国公府的那个药 还真的有效 太子 今天在甘露殿和陛下的对策 做法欠托啊 你该学学周王 先以韩非子为例 殷之法 弃回于公道者断其手 再提秦国的商鞅变法 弃回于道者背刑 他不提自己的看法 而是列举古代的法令 决策 则由陛下考量 这才是最聪明 也最让陛下满意的做法 我每天有这么多正事要做 周王只用轻轻松松的读书就行 引经据点 他当然比我厉害 殿下 别说了 下去吧 微臣告退 殿下 妾身知道 殿下还在生妾身的气 妾身不该多岁 但是 妾身真的不是故意的 当时皇后威严 妾身一害怕 就什么都说了 殿下 你就看在 未出生的孩子的份上 原谅妾身这一回吧 你 饿了 有什么吃的 就端过来吧 这是妾身亲自做的 是燕窝粥 燕窝粥 司徒尚仪最后一次亲手给我端的 就是燕窝粥 太子妃这碗燕窝粥 我吃不下 殿下 昭王殿下 赵王殿下 来了 快 过来坐 来啊 殿下遇到什么喜事了 脸上都笑说花来了 新南要嫁给宣卫将军了 妹妹出嫁 当哥哥当然替她高兴 傅司之为何一连苦仇 遇上了傅新南 她是不会复兴的 她是不会复兴的 这么有信心 殿下还有什么吩咐 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 小冠千告退了 叫你来 当然是有好东西要给你了 没见过吧 这都是异国的传案 你们司制署那些绣品 整天绣的不是花开富贵 就是杏林春宴 是不是需要一些新鲜又漂亮的图案 下官正为这些头疼的 这些是哪里来的 严子芳弄来的 严子芳 殿下 认识一个叫严子芳的人 就是最近归顺的那个四海帮帮主 他不是姓芳吗 他家破人亡后当了海盗 改了名字 现在重新做人了 自然要把名字改回来了 光有门眉嘛 家破人亡 当了海盗 难道真的是他 你认识严子芳 这名字 你认识严子 像是我一个故人的 真是小看你了啊 一个广州城商务家的小娘子 和鲁国公的郎君扯上了关系 现在又和一个海盗居然是故人 世事无常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也对 也对 傅思智的人生格外精彩 说不定 以后还会成为令人羡慕的王妃呢 下官不敢妄想 只要你点头 本王让你妄想成真 既然是妄想 既然是妄想 就不应该成真 姐姐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憔悴啊 是不是太子又给你祭寿了 你别问了 我是你妹妹 你有什么事情可不能瞒着我呀 双喜 你说 是吗 儿娘子 太子妃受的委屈太多了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太殿下怎么来了 连剑的 是 草莓以后想离开 都说好了你我相称 怎么还草民草民呢 怎么还草民草民呢 上下尊卑 还是分清楚比较好 我明白 以后啊 也不会来这儿了 所以 今天我们都不用拘束 就像从前一样做朋友 这样的日子 这儿了 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好 雄瑞 去弄两杯茶来吧 好 你刚才说 以后有什么 我想离开长安 你要走啊 我想许好剑 当个游侠 以后四海为家 以后四海为家 等以后 太子当了皇帝 我如果遇到 威妃作胆的人 就替太子收拾他们 也算为太子的江山安宁 出奔利吧 当游侠 好 适合你的姓 你什么时候生出这个想法呢 你什么时候生出这个想法呢 你什么时候生出这个想法呢